表现太烂 前盖达头头惨遭炒鱿鱼 当恐怖分子乍听之下光鲜亮丽 但前恐怖分子的头头贝尔摩塔尔 可能会告诉你 这工作跟其他朝九晚五的工作 没啥两样 在工作上也是要跟老板周璇 开会写支出报告 而且万一吐锤也是会被刀 还有就跟任何大公司一样 要是态度不佳 可是会被讨厌的 贝尔摩塔尔的糟糕表现 惨遭上司用一篇实业的报告 第一列举 包括不接电话 不报支出 募款不利 还有将超掉恐怖攻击的任务给搞砸 想创业脸皮可不能太薄 贝尔摩塔尔学征服琴海的桥段 自己出来开一间公司 你认为贝尔摩塔尔的表现 糟糕到实业报告也写不完吗 快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